本港二手楼价下跌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按周跌0.03% 报175.51 四大地区当中只有九龙楼价回升 其余三区楼价都下跌 大跌幅不够1% 编制指数的机构说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续 以至楼价升势受阻 楼市出现好淡增持的局面 预计短期楼价会在现水平徘徊